佛教史上有过多次结极 但第一次结极最为重要 结极所成 后世一般称为三藏 就是经律论 我们说结极是以阿难送出为形式 叫以问气答式 然后由阿难回答 大家业就要挨个的问 从谁开始问 从阿若乔晨如开始 一直把五百罗汉全部问遍了 是如阿难所说不 这样你阿难你想加自己的私货 这事就没 关于结极这件事情 共同承认 或者佛教各部派共同认可的 只有两次 也是最重要的两次 就是五百人结极 王舍成结极 经律论三藏 还有七百人结极 就是肺舍离成结极 这就是第二次 就是洗清律葬 宣布实事非法 这是两次最重要的 其余以后的结极 都属于各部派自己的记载 那我们说 只有传说性质 不具信使性质 关于结极 什么时候需要结极呢 在印度佛教史上 一旦对佛陀言教 或者说佛陀的说教 就是经书部分啊 这是佛陀说教的 肯定都是经 或者是戒律 或者是一理 就是关于对这个经书的解释 或者是戒律 他们得到的 共许遭到了破坏 出现了不可调和 和影响广泛的争论的时候 那就是教征 经书的叫教征 律征 戒律的 或者理征 就是这个论葬的 那就会引发结极 只有正法时期 才可能有真正的结极 或者说佛教里管着教 具足性结极 就圆满的结极 而相法时代 与末法时代 如果发生结极 条件都不具足 所以后面的结极 都叫非具足性结极 因为后面你要不然胜者不够 要不然没胜者 要不然胜者不够 对吧 它不符合这个标准 印度的结极 它不光是要有参与者标准 它还有这个规模性标准 第一种结极 大规模结极 也叫大结极 是代表整个僧团的结极 比如说王舍成结极 费舍离成结极 这样的结极就可以形成三藏 得到佛教全体范围的认可 第二种规模的叫中结极 又叫部派结极 就是各部派 它也有一定的规模了 但它不代表全体 它代表自己的部派 自行举行结极 代表自己的仪系 第三种叫小结极 小结极一般是律师 论师 他们在收集整理资料 准备写经 或者写律 或者写论的时候 一种欲结极 但是如果他们讨论一致了 直接进入流通了 这种结极就叫小结极 小结极是经常发生的 佛教史上 有过多次结极 就是我们也说集结 但第一次结极 最为重要 结极所成 后世一般称为三藏 就是经律论 我们说结极是以阿难 送出为形式的 但是并不是说 阿难你上去背 背完了就是你说的 它是有模式的 分前后两步 第一步叫 以问起答式 就是先由人提问 然后由阿难回答 比如 摩赫加叶问阿难 佛修记录出从何处说 阿难答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波罗奈 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在阿难 这个送出的过程里头 佛陀说法的送出者 那就如是我闻 这不叫阿难送出者 说法者 佛时间 地点 文法者 说法内容 就都清楚明了了 这就成为 早期佛经的定式 叫送出教说定式 就是 先问 后答 送出教说 第一次结极的 绿藏 优婆离 送的 也是这种程序 这是结极的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审定步骤 或者说 确认步骤 就不是说 你阿难送出了 那你要瞎送 怎么办 你把自己的私货 加进去了 怎么办 它这个模式 很像伊斯兰教的 圣训结极 就伊斯兰教 有一本根本经 叫古兰经 还有就是 摩哈摩德 日常说过的话 日常说过的话呢 叫圣训 所谓圣训 也是这种 结极审定过程 审定过程 是这样的 当阿难送出以后 大家叶 就要挨个的问 从谁开始问 当然是从 吴比丘开始问了 就是第一批得到的 阿若乔晨如 开始问 说 如阿难所说 尔不 就是阿难说的 对不对啊 答 尔 长老大家叶 我亦如是之 就是说 是的 长老大家叶 我是 我也是这么听到的 如阿难所说 然后 次问长老君陀 次问十利家叶 然后次帝问至五百罗汉 那这个就很严肃了 从阿若乔晨如开始 一直把五百罗汉 全部问遍了 说 是如阿难所说 不 这样你阿难 你想加自己的私货 这事就没戏了 就是说 你阿难送出的这个东西 其他五百弟子 都听到过 那这个就阿寒经的集结 就很严肃了 就是可以说 基本上百分之百 确定就是佛说了 因为五百人都点头了 这件事情 审定过程的要求 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就是说 结集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结集的 就是结集之后 他这个审定过程 确认过程 是非常谨慎的 对于审定过程的人 第一 是要有资格要求 你看 第一次结集的 这些所有的结集众 都是阿罗汉 他是有资格的 不是你谁都说 我听过佛说 你听没听过 对吧 这些人都是佛陀的 亲传弟子 甚至很多都是 佛陀的常随弟子 五百众 这样就保证了 审定者 具有权威性 可靠性和代表性 第二 就是要有数量要求 你不能说 阿难你送出一个 乔晨如说 我听过 前五个听过 后四百九十五个 都没听过 那这事就不靠谱了 就是说 审定的过程 既要有资格要求 又要有数量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 第一次结集 最重要 最可靠 就是 是最根本佛说 关于结集用的语言 我们在佛教十五讲里说过 我们就不说了 结集所成的精脏 滤脏 就这七个月 数量很大 内容很复杂 这个大家可以想啊 这么大的数量 这要背诵下来 那记忆就是非常难的 所以在佛教里头 就是佛教教众里头 有一类专业人才 这些专业人才 他们的特点 就是特别能背诵 叫一池经法 就是这一类人才 就是专门一池经法的 就专门背诵经的 那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 而这一类人又叫诵经者 那这是很显然的 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多闻者 所以在佛教里头 说到多闻 多闻就是能背的意思 关于能被戒律的 被经的人叫多闻 被戒律的人叫持律者 中国的四部阿罕经翻译 实际都是靠这种多闻者 背诵出来的 在这个阶段 根据不确定的资料 就是第一次大集结 王舍成阶级 同时还有一次阶级 这次阶级 在教室上 不被人注意 但非常重要 这也是后来引出大乘经教 开始就存在阶级的 这种可能性 根据后来中国的翻译家 就是真地 玄奘的技术 说在家业召集500罗汉 进行第一次结集的时候 他们在七叶窟 在七叶窟 西四十里 有数百千人结集 这数百千人是以谁为首的呢 叫婆师婆为首的 婆师婆和家业 同时进行了结集 这次结集又叫窟外结集 或者大众部结集 这是以有别于家业主持的窟内结集的 窟内结集又叫上座部结集 所谓窟外结集 也都是佛弟子 而且圣凡都有 并不是说 这个他们都是这个凡 圣者 阿罗汉都在窟内 不 窟外结集 也有阿罗汉 也有圣者 之所以他区别于窟内结集 因为窟内都是长老阿罗汉 但窟外呢 有长老 也有普通佛弟子 但这一次 窟内的上座部和窟外的大众部 和后来部派时期 称呼的大众部与上座部是不同的 因为这一次 就是我们说 连阿难这种资格 家业都否认他有结集资格 然后他都要修成阿罗汉国 才可以参与结集 但是佛陀弘法四十五年 有很多人听过佛陀的教法 也有一些阿罗汉 可能就没有受到家业的许可 你就不允许别人结集了 别人可能也听过很多佛说 这个他们也有结集的资格呀 只不过就没有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资格这么正而已 第一次五百上座所结集的是经绿藏 而第一次窟外结集的 就包括了阿比达摩藏 禁咒藏 不派佛教最早的理论分歧 很可能就是这次窟外结集来的 大家理解了吗 就是说 因为家业选择结集的人非常的严格 所以有一些听过佛说的人 他们就在窟外进行了结集 这个也可能是佛说 也可能会有一点资质上的问题 但是当时佛去世不久 所以说也是可靠的 所以他们的结集也是佛说 这就是后来布派和大成 最早追溯自己的理论根源 就是这次窟外结集 虽然窟外结集这种说法 在很多这个点集里可以见到 包括真谛大师 玄奏大师的说法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正式认可 但是我们要从这个事情的情历上分 是完全可能的 甚至说应该是一定会发生的 因为摩合家业的结集 它是倾向于苦刑 那它是投投行第一吗 倾向于苦刑 是较为保守的上座派发起的 那么在僧团中 你看1250人聚 那1000多人 这还是长随 还有外地传法的弟子 只挑了500个 那剩下的人在哪呢 很可能剩下的就是一些异见长老 已经被家业排除在外了 这是我们说 以长老婆师婆为首的 因为有一些长老 他本身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倾向 不是注重佛的原话 他比较注重佛的意义和发挥 就是佛的发挥 具有随俗传法的一面 所以就结集了阿比达摩藏 即论藏 以及禁咒藏 禁咒藏 那就是非常贴近民间的 需要用咒语治病啊 驱邪啊 这完全可以理解 而论藏这种形式 就是从窟外 结集开始 以窟外结集为标志 说明 不派佛教的分裂 已经产生了萌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找变卖 感谢观看